日前,PD民主行动党宣传秘书张哲敏曾经拿出2018年拉大财政报告,指证马华利用政府的拨款收取利息。 今天,他再次提出三个例子,证明马华确实是从拉大基金会中牟利,并且手握拉大基金会的大权。 也是金宝·克兰芝州议员的张哲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告,列明马华从拉大受益的例子。 第一,前拉大信托局主席达德律廖宗来,去年利用拉大的资金,大肆装修位于拉大敦城修信楼1000平方尺的信托局主席办公室。 他注请达德律魏家祥解释为何马华利用拉大资金大肆挥霍,装修马华领袖在拉大豪华的办公室。 第二,张哲敏要求魏家祥解释为何拉大金宝分校和优大金宝总校,到目前为止没有新建任何学生宿舍, 而校与外大批的私人学生宿舍,全部都是由马华的彭党所拥有。 慈战家关友园曾在2010年,先议捐出3000万令吉给予优大金建学生宿舍,但却被马华拒绝, 证明了马华表面上是办教育,其实暗地里是在搞房地产,利用学生从中牟利。 同时拉大从1972年到现在,所有总校、分校校舍和建筑物的工程都没有经过公开招标, 而是直接颁发给马华彭党,让他们直接受益。 第三,马华在2017年指示拉大校方发出公函,强制拉大生出席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, 由马华举办的华社爱国大集会。 这无疑也是马华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,而牺牲拉大生利益的证明。 虽然魏家强在早前也曾经表示,一旦停运之后,马华就不会得到任何益处, 但其实也只是在混淆视听,转移视线的说法。 因为拉大教育基金会的运作就是由马华所控制,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 张哲敏一再强调,要求拉大政教分离是为了保障学生的福利和利益, 不让拉大沦为政客用来捞取廉价政治资本和攻击政府的工具。